决定231万名劳工是否加薪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将在下周三上午10点在劳动部举行 由劳动部长许明春担任主席 和劳方、资方以及政府学者代表等 总计21名委员开会讨论 许明春上月底已分别和劳资方委员碰面交换意见 并表态支持今年调涨 目前基本工资为月薪23100元、时薪150元 如果今年决定调涨 包括136万名本劳、43万名外劳 以及52万名打工族 合计约231万人渴望受贿 劳方委员表示 部长曾在令院公开答讯时说 基本工资3万元 希望能在总统蔡英文任内完成 目前基本工资离3万元还差了7000元左右 蔡英文如果连任的话 就可以平均分摊到5年 等于这次至少要调整约1400元 约6%以上才算有诚意要兑现承诺 以往劳方会提出20%以上的涨幅 但往往只是让资方讨价还价的空间 今年劳方较务时 综合重要民生物价等指数和经济成长率等 至少不能低于去年涨幅 5%以上是合理数字 全国产业总工会认为 基本工资过去力已经10年动涨 是台湾至今低薪的元凶之一 已经向劳动部长表达 要以2018年最低生活标准 乘以就业扶养比调整基本工资 以2018年最低生活费 13580亿元来算 月薪应该要达29199元 时薪169元 据了解资方委员已规划 下周一先碰面 讨论对基本工资调涨看法与协商策略 对于劳动部四处放话要涨 资方认为 今年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 希望不要调整 基本工资跟低薪关联性不大 应该要增加就业机会 吸引外资与台商回流等 薪水自然就上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